哦 来 抓个镜头 最像名为福尔摩沙台湾的鱼润原乡 宜兰四季南山松露种植技术推广 跟机具设备捐赠工艺计划 受到了国际福人总社社长的重视 特别来到现场了解实际的状况 而基本上就是逐步来改变传统的农业形态 转向高经济价值的松露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案子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 来投资未来的一些产品的发展 那我们福尔人就是也是希望说 可以看到从传统的农作物 做一个非常好的转型 到一个比较高经济效益的一些产品 然后让这个社区可以继续成长 因此这个计划除了帮助农民永续农业之外 重点也是能够保护整个南洋地区的水源地 所以国际福人三十九云地区的总监说 这个计划非常具有指标意义 才吸引总社社长来关心 一般这边的当地的农民都是用传统的冠性农法 那农药部分使用的比较多一点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服务计划 能够改善这些农民对农药的这些使用 然后也改善我们的水质环境 那这些用水 尤其在这个地方是我们用宜兰地区 大宜兰地区的用水的水源头 据了解国立宜兰大学 宜兰县政府等单位 跟农民研究种植生露 大约有六年时间 目前有18户农民来配合 而推广过程要八年以上 非常需要各方的关心 来帮助原民经济转型 那今天非常开心 看到福人社这样工业团体 能够看到这个问题 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辅导跟帮忙 那我相信对这个计划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而农民的方面 非常感谢国际福人 能够来协助这个计划推动 让他们能够永续农业 也可以让青年回乡工作 他们如果进来以后 我们就又燃起这个希望说 能不能延续下去 能够让它成功 让我们小孩子能够说 把这个产业的转型的 这个过程能够能够顺利 我刚刚有在跟林教授 就是聊过这件事 那他在纽西兰看的 这个松露场 它是已经盈利23年了 那他非常非常鼓励 就是看到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是很类似 我们的趋势是很类似的 那相信一到两年 就可以有收获了 那我们当然不能放弃 我们要坚持下去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国际扶轮 还有我们所有社区的伙伴 那希望说大家 稀守坚持下去 来等这个成功案例的来临 我是松露的长期粉丝 所以一旦成功 请不要忘记我 而总市长也呼吁 更多人来投入 他们的公益活动 一起来爱地球 加入国际扶轮的行列 记者林玉萍 黄日生 已然报道